我这个作品题目叫做大提速 它是2006年做的 因为当时中国正在举行一个特别重大的活动 叫做铁路第六次铁路大提速 就在这个背景下我做的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其实做的时候也很偶然 因为在北京的东边 东北边大概就是离现在的艺术区 七九八不太远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做环铁 我们北京叫环形铁路 北京人都把它叫做环铁 就从2006年开始 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 到环铁里边去建自己的工作室 我是因为有学生在那边 住了工作室 经常说隋老师要不要来看看之类的 结果我去了之后 这学生就开始抱怨 说这个没想到 我们搬进来之后 这个火车就开始跑 因为就是说第六次大提速开始了 然后这个铁道研究所就开始试验火车的速度 每天早上九点跑到晚上大概七八点钟的样子 但这个工作室就是离着这个环铁的轨道 大概就是十米左右的样子 就是我现在拍摄这个场景 我们谈话 一会儿就会被一列火车跑过来 大家就中断大概有三四十秒钟的时间 因为火车很响 大家聊着天 谈着谈着 听着火车来 大家就停在那 那火车过去 大家在谈 或者如果你要是想继续谈话 那你要特别大的声音 然后这个因为你老 要经常要中断你的 不断的要中断你们的谈 我们的谈话 我这时候突然想 每隔四分多钟 火车就来一次 这里边好像有一点什么东西可以 有一点文章可以做 于是我就跟我这个学生商量 我说把机器支起来 就在门口就拍这个火车吧 于是 就这么拍下来了 拍下来之后 回到工作室来放着看的时候 发现 其实这个录像很有意思 当时就是一盘袋子 把机器支好了 开机 然后一直到这盘袋子录完半小时 火车跑了大概有 五圈或者六圈的时间 后来 把这个袋子一放 我就发现 其实 在这个袋子里边 录像里边 每隔四分半钟 火车就来一下 其实是 这四分半钟 就是 这列火车在这个环铁里边 奔跑到这个周期嘛 它每隔四分半钟 就跑到这个门口 就路过 每隔四分半钟就路过 那我想这四分半钟 就等于是九公里吧 它里边有一个时间跟空间的关系问题 于是 我就把它 截取了其中的二十分钟 然后 然后取这个名字叫大提速 就变成这个作品 那我想 就是把这个作品里边的声音部分 把它加大 就是说让声音在这个作品里边占一半以上的分量 为什么呢 因为 就在这个墙的外面 就像咱们现在 听外面汽车的声音一样 我想让这个作品的声音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我想这个作品大概 就说明了好像 应该是说明了我一个雕塑家来看空间的一种方法 这个录像机 它帮助我把空间给装在了里边 雕塑家应该对空间特别敏感 那我现在是在发展 我关于空间这方面的这个触觉 因为用泥捏一个东西 或者用其他材料做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 我已经 可以很容易的做到 但是 怎么能把我的空间意识 变得更敏感 然后 更有我 我自己的控制力 这对我来说是个新课题 所以我现在就对这个有兴趣 我其实 这 在我总共四五十年的这个生活当中 就是总是希望要跑在这个事态的前边 所以呢 就总想寻找 我以前 没接触过的东西 我以前没有用过的东西 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 也不完全是正面的 我现在也是两面的在看待这个问题 文学的影响少一些 我觉得哲学或者设施 我觉得现代物理学对我的影响也大一些 因为现代物理学 它 关系到 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位置 其实 人活着一辈子 当然要把这个问题搞得明白一点 你不一定像科学家那样去 去探讨 空间啊 时间 但你可以用 艺术家的感觉 艺术家的方法 去发现这个 空间和时间 这个世界的存在的方式 或者你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 还有没有 更新的 方法 更有意思的可能性 这个我觉得是 是一个挺重要的问题 至少对我来说 就好像 你往天上一看 那么多星星 你就会想 这个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然后这个星星上面是什么样 你看了时间越久 你越想知道它 到底是 怎么回事 大概 就是从小就有这么样一个习惯 于是就变成这样的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 这个 当代馆 首先是 工作人员 很敬业 也很专业 像 拆箱子 搬作品 包括 这都是我听 比我来得早的艺术家 告诉我的情况 但就是 像我这个作品 整个 布置的过程当中 使用设备啊 调位置啊 都特别细心 而且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专业精神 这个 这个 我觉得是特别明显的 特别明显的 这个 这个 当代馆 当然不是很大 它空间 是从原来的一个学校 或者一个市政府 这样转换过来的 但是它很有特色 我觉得 就是 有大空间 也有小空间 包括还有 这样的过道 那么 艺术家可以在里边 找到 适合自己 这个施展的空间嘛 但这次 这次我觉着 来了有 二十七八个艺术家 是吧 应该也算个 不小的展览了 那 也许会给 我希望它会给 台北 台北的艺术界 或者台北的观众 甚至台湾这边的观众 一个新的印象 就是中国当代艺术 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觉得要有这个印象 大概就算 达到了这个展览的目的 中国奖的 Türkiye奖的